五二戰爭打了兩年多 五國政府與民眾堅持抵抗 距離八千多公里外的台灣 為了提升民防意識 黑熊學院找來三位 烏克蘭人分享第一手經驗 呼籲預防剩餘治療 戰爭發生一眼瞬間 決定權在侵略國手上 烏克蘭從2014年 克里米亞危機後就開始準備 但還是遠遠不足 觀察台灣現況 他們認為要有更多人投入訓練 軍事科技進步下 戰爭形勢改變 建議國軍跳脫傳統保守思維 與民間加強合作 同時要小心強國的非傳統作戰 烏克蘭民防專家強調 只有國際看到台灣預備好捍衛自己的國家 才有可能在關鍵時刻 勝出援手 民視新聞楊思銘 吳裴嘉台北報導 展示範 核實在